细看《甄嬛传》中 皇后遗修多少是有点能力在身上的 除了她的堕了么手法是异常高超以外 皇后遗修的投风技能那也是相当的牛 毕竟只要皇后遗修的投风技能发动 这后宫的对手们就必定会倒霉 那么究竟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日我们便来细细分析一下皇后遗修的投风技能 首先在剧中皇后遗修第一次投风发作 便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 当时遗修看见了瘟仪那孩子 便忽然想起了自己那早逝的大阿哥红灰 从而又想到了自己孩子逝去的那一天 也是一个这样雷雨交加的夜晚 于是遗修悲痛欲绝 这投风便开始发作 我会死的时候 外面也是这样的雨滴 我 我 请求我 此时的遗修头痛难忍 一看便知是头风发作了 她不断地用手扶着额头 却无法减弱丝毫的头疼 而最终她的头痛还是引起了她的投风技能 于是之后梅姐姐便遭受到来自刘本的算计 以为自己怀有龙意 而河宫上下都来恭喜梅姐姐 可只有皇后是看破不说破 在华妃和曹秦莫打算揭破的那一晚 皇后一休还特意带着许多嫔妃来观看 今日到桥你们都在这儿 会贵人有孕 臣妾身为后宫之主 礼当多关怀体贴 克尽皇后之责 这里的皇后便是一早就猜到了 华妃会对梅姐姐下手 毕竟以皇后一休那打胎小分对队长的角度出发 她怎么可能不会对梅姐姐的胎下手 要知道眼下梅姐姐家甄嬛的宠爱 已经将一项毒大的华妃给挤得无处落脚 更何况是皇后这般心思狠毒之人了 但一休最终却对梅姐姐毫无出手 便是因为她发动了头疯技能 一早就清楚 梅姐姐是遭受到来自华妃和曹秦莫的算计 而皇后一休第二次发动头疯技能 那是顺利地激起大胖菊 对年庚瑶乃至华妃的不满 四千年庚瑶战功赫赫行为不端的做派 其实一早便引起了大胖菊的不满 但碍于华妃的情面 以及这些年年事一族为大清付出的功劳 大胖菊师一忍再忍 但皇后一休却忍不了 她极力地想要除掉华妃 于是便又一次地发动头疯技能 惊动了河宫的嫔妃 皇后宫中来传话 说皇后娘娘头疯发作 十分难忍 若各宫方便 请轮流到皇后宫中试集 此时的皇后一休 便是想要闹到后宫上下人尽皆知 最好是传得满紫禁城都知晓 这个年庚瑶竟然敢这般对待国母 当朝的皇后夜晚头疯发作 竟然遍寻宫中太医未果 尤其是不仅不能及时就医 而且还要看一个臣子的脸色 于是这在大胖菊心中 年庚瑶那欺君网上 功高盖主的形象愈发深刻 而简秋的一番话 便更是有种早就商量好的柔弱 奴婢亲自去问过 除了侍奉太后的两个太医 那是随时太后的断不能惊动 其余的都被年大将军接走了 怎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中午来报 说年大将军的夫人得了疾病 就把太医都召唤走了 服侍在年大将军夫人的床边 这里的简秋便是刻意在扮柔弱 以至于加深大家对年庚瑶的不喜 而看似是年庚瑶将宫中太医全都请走 不给自己留一点辩解的机会 但实则之后 张桓私底下问了温时初 当夜的真实情况 可温时初的回答 彻底惊呆了张桓以往对皇后的认知 昨日年将军府上请走了 李太医和张太医 宫中还有陈太医和赵太医在留职 后来江福海公公来取药 见李太医和张太医不在 便道复查贵人小产 与婉嫔娘娘有因在身 宫中不能没有德高望重的太医在 便让两位留职的太医 去换回了李太医和张太医 此时温时初全篇的话 便是在论述一个事实 那便是皇后头风发作的当晚 这宫中是有太医当职的 只不过是皇后娘娘 把他们都给支走了而已 所以现在看来 昨夜只不过是皇后遗休 所做的一场戏罢了 即使遗休嘴上还说着 让简秋不要去打扰大胖局 这里的皇后遗休 还当真是为了大胖局着想 生怕惊动了大胖局休息 但就如甄嬛所说的那一般 若是皇后遗休 真的不想惊动大胖局和内宫 又怎么会深夜派人 小玉六宫的嫔妃 让他们去皇后宫中市集 这分明就是在做戏 由此可见 皇后遗休的头风发作一下 便让年更瑶下不来台 从而也打压了华妃的气焰 而皇后头风技能发作的第三次 便是在扳倒甄嬛时 当时的甄嬛还没有处处防备着皇后 以至于在风飞之时被皇后设计 误穿了纯元旧衣 当时的遗休本该同大胖局 一起去接受甄嬛的败见 但皇后遗休却忽然说到 自己的头风发作了 那倒是臣妾不好 突然间头风发作了 就怕耽误了及时 无妨 等你好些了再出去 皇上 娘娘 晚妃娘娘已经到了 要不皇上你先去吧 臣妾随后就来 此时的遗休便是故意的 用头疼难忍作为借口 引得大胖局与甄嬛单独相见 而这井人宫中的一切都提前布置好了 灯光 纱布 还有甄嬛所占的位置 一切都恰如其分 就如同大胖局初见纯元时 毕竟我们都知道 遗休就是一个还原纯元的一把好手 因此 大胖局一下便进入了情绪 将甄嬛当成了纯元 这里的甄嬛便是彻底地走入了 皇后遗休设计的 婉婉类青的圈套 导致自己一败涂地 更是被大胖局伤得体无完肤 回看甄嬛传中 皇后遗休的头缝技能 属实是厉害 这只要是一发错 那么后宫义或是前朝中 就必定有人要倒霉